女人微不足道的五个流足赢得男人一生一世的疼爱 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是完美的人 能够给自己婚姻爱情带来快乐带来满足 虽然说这有点自私 但是每个人还是不断努力的去寻找完美之人 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完美的人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缺点 尤其是在婚姻这场浑水中能做到完美谈何容易 女人的心里要的是男人体贴丧尽疼爱 男人的心里要的是女人温柔贤慧懂事 不同的人对自己的配偶有不同的要求 希望两个人能够彼此契合 在生活中能像一个整体 彼此知心彼此协助 女人的感情有人说比较简单 只要谁对她好就跟着谁 不会去考虑太多的因素 而男人的感情就不一样 他们会考虑很多很多 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做朋友 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做情人 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做妻子 在男人心里非常明确 没有多少人愿意玩感情 都想一次找到陪伴一生的伴侣 男人不简单 喜欢的女人必须要忠诚于自己 不能有二心 男人不简单 所爱的女人必须要听话 不能日日抬杠 在男人心中 有五种女人是他们一生所求 一 做得一手好菜 留住男人的胃 多少年来流传下来的这句话 从来都没有过失 人以食为天 大多数人在美味面前都会忍君不惊 上帝也赐予了女人一双灵巧的手 希望他们能做一手好菜 让自己男人体壮肉肥 男人对于能留住自己喂的女人 有时候格外疼爱 工作下班之后不求别的 吃一桌热气腾腾的食欲大开的家常菜 不知道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 二 视公婆为父母 留住男人的笑 我如果说很多婚姻破裂 都是婆媳矛盾引起 你们承认吗 一三不容二虎 婆婆作为上辈子的一家之主 在媳妇的到来地位受到威胁 曾经听话的儿子再也不听话 曾经自己说的话有分量 从此后变得无人服从 我们可以说是一词难以四应 也可以说是婆婆根本就不想交出自己的大权 于是在与媳妇的相处中难免磕磕碰碰 不懂事的媳妇就会跟婆婆抬杠 令男人左右受气 懂事的媳妇会体谅男人的苦 在公婆面前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 于是懂事的女人在男人心中 就好比是救世主一样的美丽 三把男人收拾得干干净净 留住男人的自信 女人爱美是人尽皆知 那么男人爱美吗 答案是肯定的 有时候男人比女人还更注重外表 经常会听到男人自己炫耀自己 说自己多么多么帅 结婚后很多男人为了一个家的生存 每天早朱晚归努力工作 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自己 不懂事的女人就知道自己打扮自己 买了新衣服 总是追着问男人漂亮不漂亮 男人嘴上也许会说漂亮 其实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你没有想想他 而懂事的女人就不要 他们不但会为自己买 还会为自己老公买 每次买回来都要老公试穿 说老公帅 男人心里你这时候才是最漂亮的 四 理性高于感性 留住男人的微信 冲动是魔鬼 有时候我们脾气来了 感性被理性控制住 往往会做一些令自己后悔的 令对方惧怕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听到谁谁谁做了什么 都是一些女孩子 在感情受挫的时候去伤害自己 在理性方面 男人高于女人 女人最喜欢感情勇士 要不然怎么会有泼妇一词 男人最怕的就是与自己的女人争吵 女人吵起架来总是没完没了 很多男人一旦吵架 不想回家 不想面对女人在外面花天酒地 他们不想回家吗 不是 而是渴望家里女人能多理性一点 有事好商量 不要总是伤害男人的心 有些女人在外面 也从来不给男人面子 好像自己就是女王 但是懂事的女人 不管怎么吵架 也不会在外面 让自己的男人丢了脸面 五 不攀比 不奢侈 留住男人的财产 娶一个妻子 为的就是成立一个家 一个家要想长久的不衰 离不开女人的持家 持家的女人会把男人的钱财 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不懂事的女人喜欢攀比 喜欢整天念叨 别人的男人多么优秀 而懂事的女人从来不说 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 自己家的才是最好的 就像那种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念头 只要夫妻齐心协力 总有一天日子会好起来 也不会比别人家差 释迦牟尼的一句话 伸手需要一瞬间 牵手却要很多年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若无相遣 仍会相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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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